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个角度上说 这十八路诸侯是盟友 那么 在这些盟友中 最后因曹操而死的有多少呢 细看之下 答案令人惊讶 一 袁树建安 二年 袁树在寿春称帝 他不顾军中将士和志下百姓饥寒交迫 只顾自己奢侈荒淫 挥霍无睹 终于遭到盟友孙策的叛蒙和吕布 曹操的接连打击 建安四年 走投无路的袁树 前往前山投奔以前的部下雷伯 陈兰 却为雷伯等拒绝 不得已知想 袁树这才想起了兄长袁绍 写信给袁绍准备将帝号坤于他 袁绍表示同意接纳 袁树于是前往青州投奔袁绍长子圆坛 结果被曹操派来的刘备 朱陵军节奏去路 袁树不得火 又退往寿春 六月 退军至江亭 当时军中仅有卖泄三十湖 十六月圣树 袁树于得密江解渴 又无密 叛息两久 大吼一声约 我袁树怎会落到今日这个地步 最后我却斗云而死 二王匡十八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时 王匡与袁绍驻军河内 董卓想要招揽袁绍和王匡 便派池京吴湖母班与大红炉寒荣 将作大奖吴寻 约其校尉王规等数位朝廷重臣 携带赵树到河内郡游说 袁绍不接受他们的游说 还让王匡把他们收押在监牢里 准备将他们公开处死 虎母班是王匡的妹夫 便在狱中寄书给王匡 托付王匡以后要多照料 自己的二位儿子及王匡的外甥 王匡读完虎母班的书信 抱着二位外甥痛苦一场 然后还是把虎母班与吴巡 王规等一同斩首 王匡斩杀妹夫胡母班 虽是奉命行事 但还是引起胡母班家人的不满 等到王匡被董卓击败逃回乡以后 胡母班的家人便趁机找到曹操 与曹操联手攻打王匡 王匡战败被杀 三 张淼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 张淼调集全部兵力追随曹操 与董卓战于便水 被打败 袁绍担任盟主后骄傲自大 张淼言死劝袁绍 袁绍大怒 指使曹操杀掉张淼 曹操拒绝 张淼因此对曹操十分感激 出平四年 曹操准备征讨陶签 为防不测 在出征前曹操曾吩咐其家人说 我如果回不来 你们可以去投靠张淼 后来曹操征讨回来 见到张淼 两人相视握手而弃 由此可见 张淼与曹操交往颇深 但等到曹操取得眼周后 张淼却又害怕曹操 终有一天会听从袁绍之言而杀了自己 兴平元年 张淼听从其弟张超与陈公的建议 趁曹操再次大举征讨陶签之机 背叛曹操而迎吕布为眼周目 四年 吕布被曹操击败 张超护送张淼全家去拥求 全被曹操为杀 张淼将袁束求救 途中被部下所杀 四 孔荣汉宪帝出平元年 孔荣因得罪董卓 而被转为一郎 后又被举荐前往黄金军活动 最猖獗的北海郡位相 孔荣以财气出众自负 立志平定祸乱 但他志大财书 喜好高谈祸论 标新利益 所任用的官员 多数是些耍小聪明的轻浮之人 物须不误实 为政举措大多不合时宜 故而在北海六年一直没有什么值得为人称道的成效 建安元年 元潭攻为海 孔荣败逃 不 久 孔荣被朝廷正位将作大将 前少府 又任太中大夫 孔荣倚仗自己的名王 屡次戏弄 嘲笑曹操 肆意喷一时政 褒贬人物 且言辞激烈 多与曹操意见不合 建安十三年 孔荣尚书汉县帝提出 应尊赵谷的王姬制度 经师方圆千里不可建立封国 试图以此阻止曹操封马 孔荣此举终于惹闹了曹操 一向与孔荣有矛盾的息虑秉承曹操之意 罗指孔荣最壮 并让丞相君谋祭九路翠上奏说 荣熙在北海 贱王是不敬 而昭和途中 欲贵不贵 其与孙权时宇 傍善朝廷 又 前与白衣迷横跌宕放眼 更相赞扬 横魏荣约众一不死 荣达言归附生 大逆不倒 一级众诛 曹操于是下令逮捕孔荣 连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处死 五 张超广陵太守张超 张淼之地 出平元年正月 张超与兄长张淼 会同其他诸侯 参加讨伐董卓同盟 共同推荐张宏为诸侯同盟宣誓 这 兴平元年下 曹操讨陶谦 远征徐州 张超 张淼和陈公 共谋推待吕布为眼周墓 攻打曹操的根据地眼周 四年 曹操毁军打败吕布 张超受张淼之命 护送家族至雍秋 曹操猛攻雍秋 十二月 雍秋陷落 张超及其族人全部被曹操斩杀 六 曹操曹操取得眼周后 命汉山太守英少 迎接曹松到眼周 曹松于是携带大量 资重一百余车上路 曹操的部将张凯 当时驻守在殷平县 因贪图曹松的财产 就在华县与费县的交界处 发动袭击 杀死曹松和他的小儿子曹德 曹操因此大怒 分别于出平寺年秋 和兴平元年四月大举 兴兵讨伐徐州 所过之处全都大肆屠溜 鸡犬不留 旧城废治不再有行人 遭受曹操的这两次打击 淘迁忧愤难当 于兴平元年病逝 享年六十三岁 七 马腾相传 马腾是东汉福波将军 马元后代 因其驸马素与枪女通婚 过马腾有枪族血统 马腾渝 汉林地墨参军 由于身长力大 性格宽和 待人诚恳而因功升至军司马 由于朝廷黑暗 民便贫贫 韩粹先后杀死当时想要成乱起义的少数民族首领 北宫伯玉和李文侯 又用记杀了梁州刺史耕比 和汉梁太守复谢 在耕比手下担任军司马的马腾见识 就投靠韩粹 并与之间为一亲兄弟 割据一方 董卓专权时 任命马腾与韩粹住房长安 后马腾被任命为征锡将军 屯云梅城 董卓兵败 马腾的手下与韩粹手下发生摩擦 导致两家失和 率兵相互攻打 后来两家在中游 围砖吉章纪等人的调解和劝说下 又重归于好 曹元关渡决战期间 曹操拜马腾为前将军 封怀礼侯 急得马腾住战 后来 马腾自现年老 引入宿位 曹操在发动南征之前 将西部有威胁的马腾招落惊作官 马腾入朝为官 把部队交与儿子马超管理 建安十六年 曹操派中游会同夏侯元讨伐张禄 引起关中各路将领的疑心 马超与韩粹 侯选等时部反叛曹操 起兵倒反 聚首同关 导致马腾被杀 八 张阳张阳 担任过建议将军 安国将军 可哪太守 大司马 封进阳侯 建安三年 吕布被曹操为困于下批 张阳一乡与吕布关系很好 想去援旧 但势力不足 只能率军出驻也王献东士 姚作声势 十一月 张阳不将阳丑 为了向曹操投降 杀了张阳 九 袁绍 袁绍出身名蒙望族 齐家族有四十三公之城 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 袁绍被推举 为盟主 与董卓交战 盟军瓦解后 袁绍先占据冀州 又先后夺德清 并二州 并于建安四年 击败了各聚幽州的公孙在 势力达到顶点 建安五年 袁绍在关渡之战中 大半于曹操 悲愤不平 于建安七年病死了 二战时期 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 曾公开说出了一句名言 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而我们在回顾历史 回顾监雄曹操的一生时也发现 当初与曹操一同讨伐董卓的盟友 最后被曹操或直接或间接弄死的就有就位 这不仅应了一江功成万古窟 这句老话 也应了丘吉尔这句名言 三国兼雄曹操 在千年之前就用行动 为我们解释了英国二战首相 丘吉尔的这句名言 我想 这绝非只是偶然的巧合 而是有着某种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内在逻辑关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